在新疆巴音郭冷蒙古自治州伯狐县 牧民巴都马拉的一千多分骆驼 带上了北斗卫星导航项圈 他在家里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掌握智能放牧 近日在伯狐县闹音呼嘟客村 巴都马拉正忙着给村民讲解智能放牧的方法 巴都马拉告诉记者 骆驼采取的是戈壁摊上放养的模式 访言每天忙着放牧 根本没法腾出手来干其他的事情 现在每一封骆驼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 植入电子芯片的骆驼可以通过手持阅读器 轻松识别出芯片编码信息 通过手机远程就能实时掌握驼裙的位置和移动的速度 一坐了一会儿就一两天时间到 到了一会儿吃的没有喝的没有 这个摩托车也坏了过不得了 辛苦得很 我们现在有微信定了一会儿 我们就方便 我们的骆驼也不看 我们的房子收集看一看 哪个骆驼吃草的哪个骆驼喝水的呢 我们直接在房子走看这样子看 我们很高兴 村民王戴和在了解了卫星定位放牧 能够省时省力的优点后 也萌生了养只骆驼的想法 他还想把北斗卫星导航项圈中的寄步器 和体温监测等功能利用起来 用以确保美风骆驼的健康状况 从而真正的实现智能放牧 现在这样骆驼真方便 卫星定位做的房子都能可以看到 骆驼在哪里 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党委副书记 黄湛声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型职业牧民 在智慧牧场上大现身手 在巩固完善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还实施了新型牧民和适用人才培育工程 着力培育一只爱牧业懂技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牧民队伍 我们通过政策和技术支持 积极引导聪明发展特色养殖业 拓关增收渠道 不断提高聪明的收入 随着全域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每分结会 骆驼养殖户 还将骆驼牵至景区 共游客骑行 给聪明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骆驼奶 骆驼酒 骆驼奶各大等 以及其独特的风味成为强手货 产品供不应求 骆驼养殖已成为 往本地聪明增收支付的特色产业